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支架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盲200C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四十几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 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了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剂 今次介绍的疗剂 叫做睡草 Meanthus trifoliator 睡草 睡草 亦都叫做北边 北边 Meanthus trifoliator 睡草 这个睡草 睡草这个疗剂 其实是哈尼曼早期已经做了实证 这种疗剂 主要的特点 睡草的主要特点 就是寒意和寒冷 而那种疗剂 就好像一种 慢紧 张力的tension 还有就是压缩 还有压缩 压缩的tension 那种疼感 还有就是那个抽动 那种很经联性的秋动 和抽缩,即是明显地看得到抽缩 休息便会差,即是遇到这个情况 它不能够躺在这里休息 很多时候,这个和神经痛同时出现有关 这种这样的抹紧和压缩的痛 这种痛有时在皮肤上 皮肤好像是小码那头,皮肤不太小 很多人就要迫在皮肤下面 痛是一种射痛和扭痛,即是撕下 在四肢和关节那里 这些会发生在关节问题时出现 这些这样的jurking pain,我叫抽缩的痛 通常是,和撕下的痛 抽痛是,和撕下的痛是在外面 你看得到的,这些静联性的抽缩痛 和你看得到那种抽缩痛 通常是神经痛出现的 这个疗剂也可以应用一些女性 这些疗剂出现的尿道炎,膀胱炎 通常是,这些比较神经质 很烦躁的女性 患有这种神经质的女性 患有这些尿道的毛病 这个疗剂可以用得到 John Condon Burnett,一个很出名的医生 在有很多个案 用他认为,这是一个主要关键的特点 尿道炎的女性 神经质烦躁的女性 还有一个应用 整体来说,很疲累 很疲累 尤其是走路 还有要发烂肾 人就好像冰痛 或者身体的部分 或者手、腳、单一个部分 是冰冻的 像鼻膏、耳朵、手指、膝头 或者腹部 都是一种冰冻的感觉 那 在那个发烂 在间断性的发烂的时候 就那个人那种感觉 很寒冷的感觉 是很明显的 尤其在腹部 或者脚或者鼻尖 也应用在一些头痛方面的人 起因可能是神经受伤 或者牙壞了 撞烂了一只牙 那当它头痛的时候 它就会用一种压力 大力按住它 就会有舒缓的感觉 那通知名牙壁 那中央文献上有个个案 是 Dr. R. Farril 的腳踭个案 它说一位小姐 那她就长期以来 就出现那个脚椎的毛病 像雀嘴的不適 經常有一種爆炸性的頭痛 它的感覺好像頭腦裡的黏膜組織 好像是拉得很緊的 一陣一陣地令它通到大聲叫 這種痛就由右邊開始 右邊頸部開始 慢慢地升上前壓 接著就去了整個腦袋 還有這個病者感覺很痛得來 又好像很孤獨 很可怕的孤獨 叫它慢慢陪著它 不可以離開 任何的光、聲音、動動 就算慢慢走路 在房間走路都不可以 唯一就要坐在這裡向前 向前彎腰坐在這裡 還有大力在後頸那裡 大力按壓或者頭頂按壓 那 Dr. Farley 就用了這個 這個瑞草三十絲 每十分鐘一次 即時就舒緩了 在兩個小時就完全康復了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特點在哪裏 在那裏 是一種拉著 一種拉著的痛 好像腦袋 好像腦袋 好像有些包子 它拉著很緊 那種這樣痛 身體就是一種抽動 Jurking Tritian 這些等等 還有是東 寒冷是一個主要的症狀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痛淚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炸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